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术与实用兼备 逢星期一晚 八点正mihk.tv 财经台 图表学人 大家好 终于又见面了 9月11日 9月再开咪 第四季 我又回到 先前放暑假之前 KC推幅图节目 用技术分析 然后去看金股会 商品期货 预测下市场有什么机会 今天第一集 重头戏 今天很荣幸 请到郭绍明博士 郭博士在香港真是一件鬼谱 今天请到他上来 真是很大面 他很给面 还是我们第一集第一个嘉宾 所以今天的节目 本来三次我会延长 因为头那两次 当然让郭绍和大家分享很多 关于金融投资经验 今天也请了Micky 我两个才能压得住 其实我做直播节目 做过很多次了 今天一向都没有压力 今天我真的有压力 害怕说错话 今天希望阿sir 可以和我们分享多些东西 今天很荣幸请到阿sir上来 可能这个节目 那些朋友未必认识郭博士 郭博士要讲他的履历 这集也讲不完 我只是想讲一样 郭博士真是无与伦比 你没有人可以撑得赢他 不可以这么说的 这件事最厉害就是 为了一个私人拥有佛祖社 我那个很错的 没有人有的 所以其他东西 我们都很希望郭博士今天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后背请教一下郭博士 那你想问什么 那当然关于金融财经投资 虽然我节目讲图表 不过前两个节目都讲 金融投资 你怎样点发后背 怎样分享经验 借这个机会 尽快有多少 讲金融 讲钱而已 当然 讲钱就是财 我们世间那些 世俗人就很小的范围 妻财子录 这个是世间人的 譬如说你去看工水 知道话说明 问什么你都问妻财子录 这个就是世间人的 世间人 特别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无财不幸 嗯 讲钱 但一般人是忽略了的 财有几种的 有一种就是 硬见的财 嗯 很多人知道硬见的财 有正财 有偏财 是 另外一种就是硬见不到的财 那个内部的财 是今世的 即是叫因德的财 OK 第一种就难找些 出世间的财 那个叫功德法财 不是今世用的 是来世用的 嗯 我们现在就不要说 那么虚无飘 那样说 现在二十人 讲今世的财 今世的财 有些就不关他事的 一出世 就 老爸有 是你想的 人家都不用想 靠父感 不是他都不用想的 有些 以前我有个世白的 他不知道什么叫钱 他真的不知道 总之你请他大牌当 他又开心 他又只要给钱 他到哪里他又只要给钱 等于现在变化 你有个太子 老爸给他十多张卡 嗯 他又不会滚的 他又没有了钱的价值 嗯 这种人呢 叫真是有财 啊 就是这种呢 是我们族要叫不露而窩了 嗯 属于天 地的财 天的财 就是 差不多 他那个人的福气 一出世有的 我有个朋友就是 就是 死了来以前 明亨的董事长 OK 他就是这种人来的 就是世家 出世 那么 老爸叫他读完书之后 安排了他去永恒银号做 永恒银号 跟着就做 变成了银行 嗯 他永恒银行 以前那些我们香港人很流行的 亦指而靠的 是 没错 就是你又当生意 我当生意 就不让儿子自己打工的 跟个小叔伯伯伯伯伯 我们叫福气 那如果譬如 譬如像我们这些 哎 没有那么前身收福了 真的 现在要努力了 说性格 我觉得一个人 有没有钱呢 找不找好钱 嗯 就是说你的性格 就是说你的命水 有些是找很多钱 譬如举个例子 有些是找一百万个月 有一个是找十万元个月 嗯 到年尾呢 找十万元个月 是钱多过他 他找一百万花了八亿嘛 哈哈哈哈 他流不了啊 知道吗 是 所以大家要认清楚 就是说你究竟 你 好了我们没有了 不禄而祸这个运气 是 要靠出来自己赚钱 嗯 靠出来自己赚钱的话 首先你都是赚钱的 你不会说 睡醒觉日 看着自己做亿万富翁的嘛 没错 读书的时候 没那么大理想的 嗯 好了究竟你 最重要就是说 你懂不懂管理钱先 嗯 还有你找了钱回来 那钱呢 能不能留在手呢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佳玲 那时候大家听过 佳玲 记得 佳玲 他那档事保持到今天 是很厉害的 是吧 的士都不得了 不是 我说的士 我知道他就是几十个地盘 都没有了 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们最重要 年轻人 大家要有个观念 你找到钱 第一要留到钱 嗯 你留到财之后呢 你用 世俗人说你发财立品 哦 懂不懂立品呢 嗯 嗯 还有还有个观念 如果你控制不到的话呢 你钱来钱去的话 是很大件事的 嗯 因为你分得很清楚 什么叫有钱 什么叫没有钱 嗯 如果你在香港 这个自由世界 一个属于有多少 半天本的世界来的 嗯 多数是炒来炒去的嘛 嗯 那你可以随时富贵的嘛 没错 有好处是像王坤那样不毅的嘛 嗯 就是我们说近些人物 就是明珠王坤那样不毅的 是吧 是吧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你有个观念呢 就是说 在我们以前的前辈教育呢 你在香港这个社会呢 人呢 是不应该有财富两个字的 嗯 在个心态上 好说 如果你由没有钱 变有钱呢 你会很困张 嗯 你没有了那些旧的朋友 嗯 好说到你走回来 返艇 破坏了 旧的朋友没了 嗯 新的那些散水 那些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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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首先 你讲赚钱之外呢 想要清晰了 究竟你对金钱的态度 嗯 好说究竟好 到你找到钱之后 那些钱要怎样用呢 这个大件事 嗯 嗯 还有那些钱 你应不应该赚呢 这个都很重要的 有些钱来的 好像我以前做领事的时候 我一签个名一个月 哈 后来中国政府知道的 因为我们外蒙呢 没有码头 要借天真码头 嗯 变成了我呢 内政部长呢 就透过人和我说 我们可以当买一船 每一个月呢 两万多吋的船 嗯 买一船烟仔 好 不得了 就拍天真码头 嗯 嗯 就说我们国家用的 嗯 那就过境而已嘛 那就不用睡了 嗯 那我香港领事馆 签了名 运了进去中途去散货 是 那就是我那份呢 都千多万一个月啊 哇 二百万美金 嗯 但我不做啊 我不做 所以他怒到很大件事 他后来都很熟 说喂 香港的领事武卿的 麻烦了 喂 你找回北京做吧 那理由是 为什麽就是说 嗯 是灰色地带 告不到又吹不上 但我知道是不合法的 嗯 是吹你不上而已 等于现在你 你处身積累 买一间有限公司 回来两元 跟着又开个级格 舍人货 部署得好 虚了 是 去计算收工 告你不了的 你最早就弄了 对吧 但是最难呢 就说 我希望那些年轻人呢 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嗯 但当然你有条件啦 但如果有个人 他是控制到自己 穷呢 都不赚钱 我们要尊重 嗯 所以我们在世界看人呢 就说 不是说你有多少身家的 嗯 你为父不仁 第一须 嗯 斯文败女呢 第二须 嗯 那你便 没有才华嘛 一旦做大学教授 你便做咯 你需要什么要去投共呢 嗯 需要什么去为父作残呢 嗯 那些是第二须的 斯文败女 为父不仁呢 就是第一须的 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但是有些呢 很危险的 所以呢 大家首先认清楚呢 有些钱稳得 有些钱不稳得 嗯 而且呢 就算你说正财 我们都有这样的看法 嗯 偏才呢更加要小心啊 嗯 怎么为之一篇再篇呢 黑吃黑 是吗 黑吃黑 过桥烧板 嗯 过桥抽板 对方没死的嘛 他最多人搭回桥都可以走的 是 有一世间呢 就很多人呢 过桥烧板 嗯 在俗语呢 叫断缸 嗯 那些是死的 没命的 等于现在我们 在历史上有个西环的浮丝案 嗯 就涉及毒品了 嗯 他当年找过一个偏才之后再偏 嗯 就是他一个因 譬如我这一水呢 我就一千万货 我就叫你又做五百 又叫大猫做五百 Peter做五百 你就做五百 嗯 我收了二千 嗯 收了二千万回来 我真的做一千万货 你就当跟我夹了 是啊 谁不知呢 谁不知呢 我收了善人钱 那些货一倒呢 就拨了 拨了 拨了你就卖报纸的嘛 是啊 補了一千万货 補了 喂 不幸了大家 是不是 以为我五百 你五百 是啊 那谁不知的嘛 江湖上这些是否叫吞轻食帝 这些都不知道 这些是一个是 呃 幸运的话呢 是过了骨 是 因为他不同的老板 嗯 谁不知很偶然的机会呢 那几年呢 人们就知道 知道之后呢 这些没命的 那些没命的 没命就没命了 西环浮屍 就是这个了 就是用这个方法 嗯 所以就说很多人 等于说 有些钱是不得的 嗯 嗯 即使你捐一本钱 一篇都不能再捐 明白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比如博士 我们想请教一下 比如说 不是很多大歌 你会找的 就是普通 自己有这份专业 或者是 如愿意努力了 想投资一下,找多两个钱,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50岁前,45岁之前就尽量少搞这个投资 45岁之前,这个理由是为什么,这个比普世人看到,可以有一个社会,因为你懂得炒股,懂得在金融市场找钱,你就这样没有兴趣做 对啊,这个对啊,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 对啊,没错,那你一个人没有兴趣做事的话,如果社会形成了风气,就整个社会没有了基本的,没有了技术,没有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没有人才出现的 嗯,没错,那做烂了这个新的,其实这个会不会现在都是一个风气 所以是错的,所以等于现在河门,如果他说一吹鸡,不让赌场一跌就糟糕了,现在你说做个沙士半年,河门收工的嘛 嗯,进不到预备,所以这个大家年轻人要小心,怎么好了,既然间有这个毛病,我们怎么做呢 嗯,一定学几种技能的,嗯,那种技能呢,你永远都有信心的,嗯 嗯,就是我有几把刀,一把刀不够用,嗯,我非法洗头煮东西呢,我让人都上一场的,嗯 嗯,我一定找到,就算我走冷去到哪里,等于以前中国解放的人走老,上海拌下来 嗯,他带三把刀而已,嗯,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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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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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嗯,所以,他们几套功夫呢,这个年轻人一定要有的,嗯 嗯,好,有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又不可以说分身去投资,怕上人,上人就不无正义,嗯 嗯,你没有成就的,你就要蹲在余缸那里按一下按一下,或者坐在家里按一下按一下,嗯 嗯,在手机里按一下按一下,你就完全没有成就,不是,你没有成就的,嗯 嗯,这个又对,可以道理,还有你是冷的,嗯,好,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就以前我很久教过一些打政府工的朋友,嗯 还有做过一些大公司工的朋友呢,我们每个月,就将你一部分定了出来的,嗯 嗯,譬如十分一,或者十分二的,入息,就专买几个股票而已,嗯 嗯,存的,嗯,那你计下这么多年,存股票的人呢,是赚钱多过炒的,嗯 嗯,那你大家最快计错你的投资人了,嗯,嗯,对不对 对不对,譬如由80年代开始一直存股票,是 是,不卖的,不卖的,不卖的哦,总之有钱就存,有钱就买,有钱就买,嗯 嗯,就是将你的入息呢,我们就叫人买三分一的,嗯 嗯,就是如果,譬如你突然间多一笔钱,你就买三分一咯,买了不卖的,嗯 嗯,就是这样子,你看,你打回以前那些煤气,你更厉害了,是吧 煤气那些,一路称,汇丰都称,称,称很多称 那 Sir,你觉得这一套现在还可以继续呢,是不是可以? 是不行的,因为理由怎样呢,就是你要懂选择了,嗯 那你真的要选择了哦,嗯 那就是现在很多人买股票,我们试过以前买股票呢 我去香港,去叫北京,给我请人,去天津帮我看厂的,嗯 我想买那只股票,哦 那我也知道他真的下去看厂呢 喂,这个是基金经理的工作来的,哈哈 因为,就算你三两千万,摆下去你都会有风险的,是 为何你不用那几万元做呢 请个人去办做省工做习工 做习工为了回床 是否真正出货呢 看下些东西跟他问一下老板 那些伙计有没有怨气呢 这个真的要做的 出真货还是出假货呢 我们一做这个动作就避了欧亚农业的钱 记不记得 那件事很伤的嘛 欧亚农业很厉害 有人已经通知我说炒得很生气 我先问一下我就派了人去打停 那就花了少钱而已 但是知道之后就停了 为什么呢 逢在市场投资呢 这个就是你自己找的资讯 实际任何生意情报很重要的 特别在金融市场 你没有情报你是很难的 没有情报很难的 比如说你现在知道 美国、日本、俄罗斯或中国 那些高层 他开完会之后有什么动态 那一刻你先知道 你怎么办 那我们一般真的很难知道 这个是情报来的 你现在你在香港 你看外汇市场 你很难看到那个盒子 是第一手给我买的嘛 是 你看这些商品更加 因为外汇太大了 你在一个汇市场 你知不知道哪个大财落盘呢 所有的情报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情报 你正式讲投资是不稳定的 我说有人赢钱 你就很幸运 就是等于以前那些婆婆 她卖菜啊 卖报纸啊 她买一些店铺 买楼收租 买一家买一家 没什么幸运的 等于整个香港人呢 制造那么多有钱都出来 又是很幸运的 是英国人离开 他要打起个市场的嘛 是吧 那个不是你叻的哦 就是你是走对这个位置 在那个空间 这个位置呢 你富贵一 但你不是有持续性的 明白 我们讲呢 说你想持续性呢 就选择股票呢 你有多少存多少 如果你想入市时间呢 你一定要资讯很准的 我们都要靠情报赚钱 我在外汇市场 嗯 外汇市场那些呢 因为我长期在做的 外汇市场 但我是有情报的嘛 其实我们很想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呢 是郭博士粉丝 都接近十年了 由当年《走色才气》的节目开始听 我一集都没有错过的 那我有点问题 很想问博士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 反而那一节 我真的要问博士 OK OK 喂喂喂 知识就来了 留了一批 净酒等你们 啤酒不要搞我了 几经辛苦才撕掉啤酒肚 烈酒不好了 喝完又伤身 第二天又整身 酒味 不要让我估计红酒那么悶 悶啊 通通都错 是这种来自日本的水果味清酒 低卡路里 水果成分又高 市面上不容易买到 够烟够健康 又可以过酒印 雪凍了更好喝 又有六款味道任你选择 那么棒 那么可以在哪里入货啊 MIHK网店现在可以买了 手法有手嘛 各位 今天我和大家介绍一间 有黑的补习社 EK Center 艾文保习中心 这里就是我们湾仔的总店 有10个课室 可以同时超过100个学生上堂 EK Center 由8月1号起 已经为所有中学的同学 推出两堂免费优惠 我们尽有佐敦店的 还不快点打3162 0088 找谭小姐预约试堂 亦都可以WhatsApp 6380 509 找高sir问下中四简科 DSE 或者入邮的情况的 艾文保习中心 名师汇聚 助你启迪思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上一季度的KC推幅图 里面都有几多的技术讯号 包括这个选股器 成绩 自己知道 我也知道的 希望未来新一季的 图表学人 果有生命 图表学人有更加的表现 利用技术分析 带了更多的投资信号 投资机会给大家 请大家多多支持 每逢星期一晚 收睇我们的图表学人 不带频道 付费之后 还可以充满所有精彩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赞好我们的Facebook专页